出席不打典禮由台北市長蔣灣 親自把硬信交到新任警察局長李希和手中 學精力豐富 領導才能出動 是警界的優秀幹部 期許李局長 繼續貫徹 維護治安 整治謹記 我們要讓良幣驅逐劣幣 勤勉李希和上任之後 全力以赴 只是先前為了人事案可鬧出不少風波 過程當中兩人互動交談 就連眼神交集也不多 氣氛有些微妙 典禮結束後 李希和也是跟在蔣灣後面保持一段距離 有沒有聊了什麼 謝謝代理團隊 接下來為台北市各項僅任工作推動 我相信一定可以做出奇效 跟新市長互動還好嗎 很好 順暢跟溝通順暢 感謝市長對我們的支持跟肯定 畢竟當初主義的房仰寧最後落馬 讓蔣灣氣炸大動作槓上內政部 還一度傳出要缺席典禮表達抗議 最後是警政署長張榮昕居中牽線安排兩人會面 張榮昕也坦言溝通上 由書師未來會以單一人選項地方首長推薦 當天在見面的時候對於各項接下來台北市市政以及警政的業務推動的重點 該交代的也都有交代跟提點 那接下來就上任之後要看局長必須要拒絕落實以及做出奇效 定出KPI為市民治安共同努力把個人情緒先擺一邊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